记者翁紫涵台北报道,乐坛新生带姐弟到莱特姐弟,推新歌送给你献给素未谋面的祖父母,原来他们的爷爷是抗日将军湖宗南,而奶奶叶霞宅则是五十年代大名鼎鼎的作家。 叶平,曾写回忆录天地悠悠追念丈夫美读天地悠悠必哭的姐姐Katherine表示,爷爷跟奶奶的恋情真的很坎坷,因为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时候定情,但一定下婚约爷爷就跑去打仗,奶奶为了等我们帅气的爷爷一等就等了十年。 很像民初时代的苦手寒瑶的故事,MV也以当初奶奶思念爷爷的爱情故事为基调,安排一位寂寞的老婆婆为主角,在一次巧遇莱特姐弟后,在他们带领下展开一段望年的公路之旅,让老婆婆重视笑颜。 场景中有张常义刻主纵无剑奔飞云汉,常有柔情月太华的铁牌,正是来特姐弟的爷爷写给奶奶诗中的一句话,意思是我虽然没有强健的翅膀飞往你那里,但我对你的感情超越了空间。 弟弟James说,因为打仗的关系,爷爷奶奶不得不用情书文字来经营远距离的爱情,太浪漫了。 更打趣笑说,还好当初爷爷奶奶他们有挺住,不然后来就不会有现在的莱特姐弟了。 莱特姐弟推新歌送给你献给苏卫谋面的祖父母。 The Lighthouse提供,莱特姐弟的爷爷是抗日将军湖宗南。 The Lighthouse提供。